1. 沒攻擊 沒攻擊 這台攝影其實還是有可能解掉 他應該是中錘 中錘比較有可能會這麼慢 兩張都歪手上其實也不是很好 應該直接鬥下去啦 因為無論哪一隻出來我都可以直接解掉 然後他如果出四飛七七我還是可以點盾 盾牌格當盾猛劫 OK 所以我現在需要在一個克斯文觸發 才能夠使用這個上古之盾 雙一隻帝王 他可能會不理這隻二一手下 然後我們可以再來鬥歐或者是出雙子帝王 可能是先出雙子帝王然後看他怎麼反應 然後我們再鬥歐之類 可能是先出雙子帝王 可蘇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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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帝王也不會出發 好 差點忘了 有써 這應該是個四分之一鬥歐吧 應該還算不錯 周鞋者 可以把周鞋者丟進去鬥 可是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其實 沒有差那麼多 才差5%而已 不知道 我有點不大想犧牲他 如果是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感覺就值得 好啦 我們做很多 大槍 加油要大槍 未來就指望你們了 欸 我們先做大槍 喔 好久不見的畫面喔 我們等一下可以爽噴 他應該解不掉這個大槍 他其實應該先解這隻 還是可以爽噴 既然大家都不帶青蛙這就是下場 呵呵呵 很多上晚都不帶青蛙了 我猜李諾法 可能還是比較抗 會比較抗這副一點 可是李諾法也蠻有可能把青蛙消在 呃 雙子帝王 或者是上古之遁兵上面 直接放棄play 如果他是玩一副 翠玉德的話我還蠻想投降的 呵呵呵 這一副是不可能打贏翠玉德 因為這是控制戰 控制戰幾乎百分之百被翠玉德課 他也上過傳說 感覺就來這邊打醬油 不過如果是其他類的德魯伊牌組 應該都沒有很強 這差別就很大 我覺得還是以翠玉的可能性偏高一點 烏鴉樹相跟血法都是 所有德魯伊幾乎必帶的牌 嗯 解的掉欸 在雙猛擊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這副技需要綠牌 哇喔 他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樣代表他是 他不是快攻欸 他可能以為我是快攻 所以想要趕快建立常游 但這樣講也有其不合理處 因為他已經知道我前面沒有在 做事的時候 他應該知道我不是快攻 他還想要為什麼不打這個聖盾 我不理解啊 理解不能 選擇成長 所以應該是鳥人系列 就是艾維娜 加上 遺忘君王昆恩 然後再打一套COMBO 安 直接抽牌 直接抽牌 他這樣如果手上沒有握OTK的話 他真的很難贏 不知道他手上是有可能握OTK啦 可是他要怎麼贏啊 他要紅龍藍龍 無面藍龍之類的 OK 沒有OTK 揮擊 OK 回肥 等一下哪來這麼多月光靈異傳送 OK 回肥 回肥 那邊 有 開始 開成 很常 有 開始 添 快 快 記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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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感覺就好像是你一定要玩某些東西你才能夠贏的那種感覺 不是很喜歡這種感覺 這1費3 2真的有點太噁心了 1費3 3 天啊他要直接出 兄弟會砸碎 斬殺耶 拜託不要前行 我不可能等到第5輪才把這隻解掉 等到第5輪才把這隻解掉 我早就死了 OK OK 好不好我這張應該帶兩張 可是我也蠻需要用略寶團記者的綠牌 好可愛的 我帶下人要下斗喔 然後應該是這張斗喔 然後斗輸了就GG 哼 剛剛真的沒有東西出 這樣我可以用盾猛把這隻解掉 天啊 竟然解的掉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的傑克 liberated 呵呵呵呵呵呵呵 竟然解得掉 OK 抽牌 無需 88 有沒有很懷念的感覺 我覺得第八輪第七輪沒有準時拿一個七費真的是蠻衰的 What the hell 我太需要抽牌了沒辦法 這裡拿到上古直盾兵或是雙子帝王或是克斯文 就贏了吧 前行了嗎 沒有前行 他應該是GG喔 等一下 4 5 9 11 沒有錯過斬殺 5 10 點盾 回10點盾跟回20點盾 雖然有差10點盾 可是回10點盾應該就會贏了 他沒有洩法 有點對不起他的感覺 因為他沒有寫法然後也沒有 這是今天的克斯文戰 基本上我就是把 放了一些比較多抽牌啊 因為通常之前是一猛擊一個重擊 那這裡我是放成兩個猛擊 然後抽牌手下也換成是比較穩定一點的猛寶囤積者 而不是譬如說像是苦痛那種 比較需要combo才能抽或是你沒有比較難立即抽牌的啦 像苦痛這個 然後換成猛寶囤積者跟 猛擊也讓整個 費用稍微下降一點 嗯 然後 呃算像是原先我們 用鐵路寶傳送門現在我們都放 呃暗像護甲燈造師 暗像護甲燈造師應該是比較好一點啦 因為他有可能是給無限盾 然後 對然後這基本上就是4點盾 然後有時候會給一些 呃比較爛的 4費隨機手下然後這就是 一定是一個5費27代嘲諷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我這副其實沒有帶那個 呃 審判者 其實大家也可以考慮帶審判者啦 不過其實 我是怕 曲線太重啦 因為其實現在這個META環境你帶 4張7費以上的手下就已經有點過重了 可是你2張上古之登兵又幾乎是必帶 對所以我其實這裡沒有帶 所以審判者瑪瑞的原因就是因為怕這個曲線太重 我也可以考慮 可是我覺得現在快攻陣太多所以 最好不要 而且這些抽牌都非常重要啊 盾牌格當的夢擊 然後2張略寶囤積者抽牌都非常重要 然後剩下的就是 克蘇溫 克蘇溫COMBO 通常帶5張是必須必須一定要帶5張克蘇溫COMBO 加上銅鬚所以這也是5張克蘇溫COMBO加上銅鬚然後 帶死屍鬼來觸發斬殺或是清場之類的 還有2張都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這已經幾乎是 最精簡版本 那我比較 特別帶 就是一張茉莉原者來 可能前面可以 對上快攻抓一點節奏或是鬥歐玩 加茉莉原者或是 他對面有西瓦然後你可以 加茉莉原者進去鬥歐 他西瓦有可能會 呃 就算是 咦 這樣好處是什麼 我有點忘了 反正就是 呃 諸如此類啊 應該不是 啊 傳出如此類 就是 反正茉莉原者有一些好處 然後 呃 這裡也沒有帶一些克蘇溫的 加強價值的牌 譬如說 就是會把克蘇溫 返回牌組裡面的 耳雲召喚者也沒有帶 原因也一樣因為這都太高費了 現在META不大合適 除非你有一些很多AOE 可是這副 戰士本身也沒有很多AOE 然後新 其實新牌真的就只有帶暗向 幾乎只有帶暗向虎角燈造師 然後 這副還是有很多 很多缺點啦 所以他不會是一個 META 就是 不會是一個META牌 不過 在抗一些快攻應該都還算是優勢啦 像是 對上 前行的賊的話你基本上只能 靠鬥或是 靠運氣 就是他沒有辦法 前行一個大怪然後靠爆你的臉之類 然後不然就是你要 然後這副打 牧師 就是李諾牧的話應該也會蠻痛苦的 因為 李諾牧有可能會拿到我們的 巡星者或是 金猴子藏寶圖 或者是金猴子 因為他們可能會帶龍族探員 所以打龍牧跟牧 應該都是非常難打的 對決啊 而且我們也不大能帶邪猴這種價值派來 對抗龍牧 因為 就是你 帶邪猴 不一定會讓你 不一定會提升你打對龍牧的勝率多少 可是 會明顯降低你打其他職業的勝率 因為這副 大牌已經夠多了 而且現在還蠻多人帶劫武器 所以你帶邪 邪猴也蠻容易被解掉 嗯 不過這裡有一個好處是 你玩戰士的話對方很難想像你是克蘇恩戰 而且現在很多 職業都已經不會帶 變陽或青蛙了 像是薩滿 除非是中萃 很老實的中萃才會帶兩張青蛙 如果是快攻薩的話基本上都不會帶青蛙 然後也只有李諾法帶一隻變陽 或是除非法師用開賽的手段拿到一些 變陽或是 野豬樹之類的東西 不過通常他們也比較容易放在前面這兩張身上 所以你克蘇恩基本上通常都安全 嗯 至少 有這個可能性在啊 對 而且很多快攻也不會帶斬殺之類的東西 或是盾猛來接你的這些大手下 所以通常大手下的價值一上來的話 應該是還行啦 不過你譬如說你的暗像護甲斷造師被盜著你們兩次 應該還是會輸 好啦那基本上這克蘇恩戰就大概到這邊 這是我的克蘇恩戰版本 如果你們想要試試看的話也歡迎拿去試 呃 可惜沒有拍出一些很好的金猴的combo啊 搞不好我之後會再 重溫這一副然後想辦法拍一些很好的金猴 金猴combo之類的 好啦那謝謝大家今天收看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讚還有訂閱這個頻道 也歡迎來到我的FV粉專跟Twitch去逛逛 那我們就之後再見囉 掰掰 我記得按讚還有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跟ERD